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一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 整理停焰的工作 因為最近是雨區吧 所以草就長得特別快 那 今天的草呢 長得還真的 已經很長了 結果不小心 一看 大家有注意到嗎 有一個 狗吃飯的朋友 本來是拿來 昨天拿來為我家的 已經自閉症的公雞 結果我發現 他今天一大早就來 等我 雞真的好可愛 好吧 我就拿點東西下去 餵他吧 Hello 大家好 終於到了 結果 他也真的是 就在這裡等我了 先把我的食物呢 放在 地方 等他來 一起享用 這個感覺呢 像 像什麼 你知道嗎 結果來講 就像 我走掉的狗妹一樣 他就變成另外一隻狗妹了 反正 一大早 他就會跑來這邊 等著吃飯 但我不曉得這樣是對還是錯 因為原本是一個 野荒的雞 所以現在變成是一隻 定時會來找失誤的雞 那有一天可能真的會不見了 為啥呢 因為 他跑去別人家吃飯 好吧 隨便他了 反正 只要我有在家 去把他餵飽飽吧 好了 今天就拍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囉 我跟你說 我們要去找他 我先去找他 來吃飯 好 我先去處理